好 目前正值暑假期間 但是有民眾發現 在台東市區每道固定時段 都會有遊覽車圍停 不僅並排停車 更誇張的還有直接 暫舉整個車道 嚴重影響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對此台東警分局表示 將會加強取締工作 維護道路的安全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遊覽車圍停在路邊 而一旁還緊鄰著計程車 兩輛車就這麼直接並排在路邊 近來有不少民眾 發現台東市區 時常出現遊覽車圍停的現象 而且違規的情形 大多發生在早上上班的時段 據了解違規的遊覽車 一次都是為了要載送附近住宿的旅客 由於沒有停車場 因此直接占用道路接送旅客 對此台東警分局也表示 將加強取締的工作 本分局將持續針對市區遊覽車違規 停放加強取締 違規停車不僅影響交流秩序 更同時危害用戶的安全 警方一定會持續前往執法 同時呼籲民眾物 貪意識之變 任意違規停車 以免荷包失血 甚至造成憾事 警方也提醒民眾 切勿貪意識之變 任意違規停車 以免荷包失血之外 如果造成其他人發生意外時 還可能因此要背負相關的刑責 介紹成建營台東市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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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